都是首饰啊,而俄罗斯现在应该也是首饰了吧 对 这个肯定居然俄罗斯现在又首饰了 又不太行了 否则他不会去跟朝鲜要库存去 哎 古丁无忌被他们国内的腐败问题都拿了 这种时候都是 嗯 管不住的 就感觉 严重的腐败他再强的公式搞得都没办法 不如就 依托于工业 好好守 对啊 靠工业狂守 还得守住 对 守成一是吗 不是 就这样好好守住 关其自败才行 就像那个是这么 你关于那么 那么激进 你把他拿下来 拿又怎样 你被人被吃了 你再等一等等一等 等到曹曹死了 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你耐得住兴致 但是总感觉他是越来越回去 但是我不知道俄罗斯 他到底有没有多少意愿回到 苏联模式的这种生活有没有 没有不可能的回是不可能回到 俄国民主主义很强大的 我也是回不掉 他们的民族有点不太适合 做这一个 共产国际的发生机 对 因为他有大民族主义 包容性太弱了 对 汉族其实很适合 侵略太多民族了 对 汉民族其实非常适合的 汉民族都是 你的衣冠制度那不需要的 你只要能坐上一个桌吃饭 就自己了 稍微有点忌口都没问题的 汉民族包容性特别强 没有像他们那样子 直接是把你直接推平下来 然后全部认撒谎 然后又强改语言 这个是 你知道吗 达达人蒙古人的蒙古人的蒙古族 他其实是一半是欧洲血统 一半是蒙古血统 然后都是有点夸张的 你不知道他在车臣打内战能打成那个样子 绞肉鸡的 这个东西 是撒谎的 对啊 我就看过那个战争计时 那打成那巷战呢 一个 一个混凝土 一个混凝土去打的 然后 哇操那人死的 那肉都挂在那个墙上 我靠 几十万几十万死 太过了血海深仇太过了 这个东西他你说他不能 不可能不被被刺 他自己到时候 他又要受一圈我跟你讲 我觉得大概率啊 他那些 加盟更厚格 他到时候还要受一圈 他那么大国家 也两亿人 一百多个民族 没有蛮多 那同化力弱呀 说川长 他主体民族同化力太弱了 就靠一个 对就靠一个俄语 和一个俄罗斯族 统设计 这一切 名字太多了 然后他这个宗教不是个世俗的宗教 然后就是 太混乱了 无声认传统也没坚持多少年 对吧 所以觉得哎和历史挺偶然的 就一下子降临在 苏维埃 一下子首先就是在比特宝 不是他把这个也看 其实 就是有一种精神分裂 一方面觉得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 历史必然性 另外方面又觉得就是 选民要拯救全世界这种感觉 他有宗教传统在 骨子里面 在激荡 那有一些他对于列宁主义的批评 说列宁主义是在俄国的民族机体上面变成这样的 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说是要接受它吗 还是说那些程度上要 还是要反驳 我觉得不是 或者说有人说斯大林主义是在这个民族机体上变成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呀 我觉得反而是民族本身是被特定的这个生产地缘模式 还有那个阶级矛盾给塑造出来的 对吧 民族性 你不能想设想民族性就像种族天赋一样什么游戏预设好的各种天赋 我操 民族性也是在历史中诞生的嘛 生成出来的 也是一个符号学机制啊 简单来讲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 你就算俄国没有列宁主义 中国也会有中国的列宁主义 对不对 中国如果历史假设没有列宁主义 那印度也会有印度列宁主义 印度主义总归会诞生啊 一种必然性 更灵活 是吧 是一种必然性 说穿一点 像有人都把列宁主义矮化成就是职业资本家 国家雇佣的资本家 国营资本主义 那这群国家雇佣的资本家 又是剥离的资本家的资本属性了 就是你的资产不能实习 只能部分顶多一些特权可以部分一点点靠这个什么 呃这个 呃这个 这个裙带啊利益关系的相互交易啊这种东西 所以他后面变成腐化了吧 只要你严格把控好你的官僚 利益不能世袭 君子之责 半代而展 你这退休了你就只有给养老待遇 这个相当于就是 其实 就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 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他的钱 他的这个整个社会资料 你哪怕没有货币也有权利对不对 也有计划指标这东西他实际上也就是货币了 资源调配的通佩服 然后这些官僚就没有那些资产阶级的特权呀 他没办法资产阶级化 他虽然是资本家但是没办法资产阶级化 没办法变成个小布尔乔亚 变成布尔乔亚群体 布尔乔亚是由他的那种城市 特殊文化的 我们说再确切一点就是 这是什么呢 布尔乔亚来源是 第二第三阶级是吧 第三阶级当中 就是 就按欧洲模型 第一阶级是僧侣是吧 教室阶层 离上帝最近的第二阶级是 封建王权 军事贵族 第三阶级是市民 一般的普通的市民 他各行各业的反正就服务于前两者的 他本来是在领地 领主的领地周边有些什么 小商人 铁匠 缝缝补补的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 还有包括搞诉讼的 耍杂技的这些市民 然后这些市民 又分化成两种人 一个是 湿地农民 湿地农民进来了之后 他也是市民的一部分 但是他是湿地农民 他回不去 另外一部分是城市的小市民 这就所谓的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他 后来把前面两个干掉了 把军事贵族 和 世袭的军事贵族 和教师集团给干掉了 分别通过启蒙运动 和工业革命 把他们干掉了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和工业革命 把他们干掉 然后他成为 民族共同体的主人 那么他不是直接 通过占有土地的方式的 他是通过占有资本 钱的方式 对不对 那么 这些 资产阶级 他是 原教是典型资产阶级的 这些资产阶级 他是有草根性的 然后他的宗教信仰 就是新教 新教为核心 或者说是世俗化了的 听主教 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就是 统治 都建立在对于资 资源的 商品化的 或者货币化的控制 社会资源的商品化 货币化控制 然后后来就有股份制了 啊 然后有这种各样商 就贸易交易的 就是那个 证券交易这些东西 然后所有的整个社会资源都来自于 资本不停的要自我增值 资本 比土地还强 土地会被改善 土地会变厉害 但是资本天然要自我增值 他通过放贷 啊通过这个 呃 他这个反正投资啊 或者说金融投机啊 他一定是每年必须增值 所以资本就可以不停的把资产阶级当中的强者 嗜血的牛逼的可以玩穿这个游戏的聪明人给他筛态出来 所以资产阶级比封建土地贵族和和这个僧侣要强嘛 封建土地贵族你妈比就顶多改善土地然后自己整军备战打了冷兵器嘛 干人狠 我有点农烈产出嘛 然后 有点人生依附关系嘛 忠诚恋忠诚恋 批用 这个 排枪射击就给你全打死了 批用没有 然后教室这些集团就是洗脑嘛 说穿了就靠嘴巴洗脑 然后就是 跟他妈传销组织这样的就洗脑我靠 这两个都被历史淘汰掉了 剩下来的就是 资本增值的铁律 活下来了 资本增值铁律里面有一个铁律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劳 就是为什么资本一定要增值 就是土地 就其实他是继承着劳动生产一定要有地租 你占我这个土地 一定得付租子 租金和他整个土地的价格 那个比例 或怎么样的 其实是 所以起步点是地租资产阶级 他是收租子 不管上面生产经营了 所以 是甚至说起步点是一些纯粹收地租的地主 他不把他的领地就不是实际的领地的就是纯粹收租子的领地了 然后纯粹收租子领地的这些地主 然后拿这些钱去放高利贷 去搞投机 然后要让放高利贷搞投机的这个钱要比收租子这个钱要多 或者两个基本均衡 这样才涨出了资产阶级 那么资产阶级天然的就是说 再怎么样 我的钱的增长 资本本身的增值 就是要大于等于你的土地上的产出或者土地能够从在上面搞出产出的 电农身上漏到的租子要多 那么现在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 就是资本家 弄到的钱一定要比这个逼租我这个房房子 然后在我这个房子上搞事挣钱挣的的要多 他保持它的优势地位 那么资本家在这个模型里面永远是比租了地干事情的劳动者平均而言是要强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上讲 地租是咬死了劳动生产是要围绕着地租来发生的 地租是资本增值的是一个核心的 你不这样玩你还不如 你还不如他妈的 小地主地租 直立者 所以资本一定要不停的涨 一定不停涨 然后他把里面的牛逼的 资产阶级给他筛出来 不停的淘汰 不停的危机化 不停的某些生产过剩了 卖不掉了 他妈的 游戏赚不下去了 还不如回去 回去他妈当地主 回去他妈的 搞房地产投资 会怎么样的 他不停的一些危机化 然后不停的让资本 拓展到新的领地 他这串游戏玩不下去了 这个比这个 搞这个土地增值都不够了 他又要去找其他的游戏 然后资本不停的向外延荡 到各行各业把一切生产活动 一切 人身上的一切属性都给他资本化 都给他变成这一个增值游戏 用一个略高于 土地增值 略高于地租的这么一个比例 就给他全部铺开了 然后一直不停的筛带出里面的强者 我们现在整个资本主义 资产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你妈逼 说列宁主义 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其实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 土地全部国有 所有地租收益 理论上都是国家的 对不对 所有土地地租收益都是国家的 都是列宁主义先锋队 捏在手上最大头 这个东西把想 然后 你就算有资本主义 比如说后面的 修正版 修订版本 我不能说修正 修正去 后面修定版本就可以 可以放国营资本主义 或者放 放后来的民营资本主义的 这些修订版本的列宁主义 这里面的资产阶级 就跟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一样 首先是官僚资产阶级 国营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些资产阶级 他就没有说他的钱 他这群就不是布尔乔亚你知道吗 他这群人不是布尔乔亚 他是职业经理人那种感觉 他不是布尔乔亚 他不是从那个里面长出来 从我们刚刚那个历史土壤里面长出来的 他不是从小手工业者 然后他妈的高利贷放贷款 或者什么 资产阶级原型就是那种地主家傻儿子 你妈就 土地不管的 然后就叫账房 每个月打钱给他 他那么在外面赌博 花天酒地 然后放高利贷 就这种 这是资产阶级原型 然后这是资产阶级 同时又在沉醉于一些文化艺术啊 有腔调 有琴调啊 怎么样 然后有了自己的 对于自然的兴趣 是傻儿子吗 我那种感觉 对自然的兴趣 对于什么 宗教文化历史的兴趣 然后才有整个什么文艺复兴啊 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些有钱的地主他妈平时没事干 对吧 就要探索旧有的领域 一束光把这东西都照亮 然后但是国营资产阶级就不一样的 他是职业官僚或者他是先锋队成员 这都不一样 这他妈本身是很硬的 我们非要在历史原型里面说是教室阶层 这是第一阶级 对不对 他们的优先性权利来自于意识形态制造点 他们是教室阶层 他不是来自第三阶级 他来自第一阶级 就有这么一个区别 之前的第一阶级是属于是像是僧侣他们的 对啊僧侣教室 就是念经啊 后面的国营的这些职业官僚 他的来源根本来源是僧侣 僧侣集团有僧严等级制 然后有他的原教职 然后是禁语主义的原则上是禁语主义的 然后他的资本积累率就特别高 你知道吗 然后他特别 就集中起来就特别强嘛 明白吗 你就和一群城市里面的 布尔乔亚那种散漫的去竞争 他就相比就特别强 这是 这是第一代版本的列宁主义啊 或者说第一代版本真正在现实中落了地的共产主义 落了地的 落地了的 后面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都可以评价 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矛盾了 明白吗 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矛盾 你明白吗 就是那炼金的和他的蛋白质外壳 RNA和蛋白质外壳的矛盾 我操 哎呦 所以所以说列宁那个土壤 列宁列宁主义的土壤就在俄国很正常 啊他东正要传统比较 然后他的军事贵族当时面临重大失败 啊重大失败 他的 呃 当然他是无产阶级革命 归根级他是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无产阶级 他也是需要被统治的 说穿了他在他那个暂时的 临时的暂时的一个社会主革命成功 共产主革命成功的 他依然重新建立那种教室统治关系 教室的统治关系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游离 其实就是苏布 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 苏联红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 非常游离的 然后其实斯大林的血腥清洗 其实也是这个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非常矛盾关系的一个体现 不是把那个什么 屠哈什么 落窃什么 那个吊人我都不知道叫啥的 给他吐了我靠 死的时候说你你你你谋杀了 这个苏联是吧 对被判了苏联 你被判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特别深重的 这个矛盾是特别深重 就是就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在于 这里面的不一样一点就是前现代的历史是 勋贵集团当中 是这样的前现代历史是 就是 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 就欧洲有个特点 远东地区和欧洲的一个差别 远东地区里面 是 远东地区是第一阶级 是一开始比如儒士儒教 或者什么宗教僧侣 这都是依附于军事力量的 依附的 非常依附于军事力量的 然后 或者说 后面建成的这个 世俗王权的神圣性 是从军事勋贵当中 长长一直出来 比如说我什么 朱元璋他其实是从那帮什么 老兄弟里面这个带头大哥而已 对不对 他并不直接是一个是什么具有 天命的什么 就是神神圣性的那个 他是后来 啊后来慢慢就 中间人家叫他上位啊 然后来叫他什么 开始才有神圣性 呃 然后俄国的话 俄国自 天然的就有对君主进行神话的传统啊 但是我 我不太了解 俄国史啊 俄国的那个 封建史 我不太了解 呃 我不知道 但是 欧洲的话 他是不一样的啊 欧洲作为 他所以他才能成为 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发祥地啊 发源地 欧洲一直是 世俗领袖或者是军事力量 并 并不具有神圣性 他也很难从里面长一个东西出来直接具有神圣性 明白吗 你就一群大公吹打打打打打的中间一个大公说我是教皇 这个不可能吧 不太可能吧 我他妈就是 我神的儿子什么这东西 我天子 不可能 但是中国就是这样 你那什么 一群 军阀 一群土鳖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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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面中间一个 最他妈的没人性的 最他妈残暴的粗鲁的 我是天子 我神的儿子就是有神圣性的 都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 共产主义革命就有这么一个差别 共产主义革命其实是在发生在现代 或者说列宁主义的实现 列宁主义的胜利 就有一个差别 其实 教室集团是完全控制 军事集团的 明白吗 意识形态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 是完全驾驭 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 这个是 这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特征 思想观念完全主宰了物质力量 明白吗 就理论意识形态是完全主宰物质力量 你否则你在其他人的历史 你难以想象 现在像列宁这种人 肩不能扛手不能挑 是不是 此小也个个靠 没有武力的人 他本身也不直接指挥军事的人 竟然能够是 这个 或者说托洛茨基这种 闷骚知识分子竟然能够驾驭军队 那只有在 在人类对于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 已经通过思想观念完全驾驭的情况之下 组织系统 情报系统 政工系统 后勤管理系统 对不对 还有整个对于人口的这个精神灌输 布道 让这个 枪啊 或者说让这个军事力量 必须沉浮于一个 思想体系 观念体系 第二阶级完全沉浮于第一阶级 啊 这是列宁主义的这个现代性啊 他代表的是思想战胜的暴力 虽然他过程很暴力 是吧 思想不停的展现出他的暴力 那个时候列宁千兵岭 枪毙 全部枪全村枪毙 斯大林千兵岭 啥 啥啥啥 understand 啊 但是他是一个现代化现代性的一个体现 现代性可以无视一切 不无视一切血统血源 啊 无视他就现代性通过现代的思想 现代精神通过他 描画的一个乌托邦图形 然后他有他的所有的计划 所以我们说 列宁或者说斯大林是活着的黑格尔吧 他就是纯思想 构造 当然他是先把现实完全思想化的把握 用这个政治经济学完全就是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完全把现实 农奴制 这里有一些前现代什么反正分类 反正我有个国家了 我有一块地盘上面那么多人口 那么多生产方式了 完全分析用思想完全分析 后来按照思想 完全构造他的未来 一个乌托邦 然后思想不管不顾其他一切东西 甚至说连 基本的政治荣誉都可以不管不顾的 完全实用主义 彻底实用主义 然后人口的幸福 安宁安定 这东西都通通不是要考虑的 对不对 紧急情况下 农民的口粮 紧急情况下什么都战队 什么都可以搞 这是一个绝对的思想专制 史实求是讲 列宁主义的这个模式 但是他降生在历史现实当中 他具有无与伦比的革命性和优越性 他是绝对的轻装上阵 他不管是一切枷锁一切束缚对他批用都没有 刘盖 所以在这一上讲 列宁主义一定会长出来 他 无非是他长在哪里的问题 无非是长在哪里的问题 你觉得呢 但是这个模式搞不下去了 要人类反过来制衡这种狂野的总体主义思想 控制一切的这种东西 而且 你说 其实他局部可以存在 就是他就能搞下去 局部可以存在 就是 对 你说 然后就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彻底掌控外面的整个物质的一些根本运转方法 不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其实我还是想跟你到多讨论多多多一点 其实里面还有军事形态的问题 就是 当这个军事情带所依赖的 你把思想完全驾驭战争机器对不对 或者完全驾驭对这个民族人口的总动员 和控制方式 没错吧 但是他在是在有限有限的这个技术 技术条件下的 就是 经典力学范围内 简单理解吧 因为经典力学是决定论的 他的工业模式生产出来控制的东西都是 you know 都绝对论的 就是可以 预 比较完美的预判预估的 他生产效率什么都是可以在计划性的都是安排可以计算清楚的 你你懂吗 什么时候出现不确定性的就是他要有特种钢材的时候 特种钢材或者说一些 比如比较复杂比较 混乱的一些化工体系的时候这个是其实 思想我们就是纯粹党务了纯粹党务系统纯粹的 再明确一点 我的什么 Political Bureau是吧 或者的纯粹这个局 纯粹党务系统纯粹思想强力 他必须让步给 职业官僚 必须让步给其实不是让步给职业官僚 不是让步给另外一些人 其实是让步给自然规律了 因为你比如说一些特种钢材呀 矿物的勘探呀 这都是自然的不确定性呀 你这个东西你算不到的呀 你什么时候你能挖到某个 稀缺稀缺的元素 你能挖到一些石油 这都不确定的 对不对 所以为了获得确定性 他会有对外扩张的这个 其实他是这个政治实体 他是依靠绝对的强力武力 然后获得他整个这个 统治优势的 在他所在范围统治优势 但是有其他外部外部的政治实力要跟他竞争 那么他竞争状态下 他要 获得物质力量 他要有自然资源 那么自然资源很多是要勘探的 在俄国有好处 就是他好多自然资源是极定能勘探到的 斯大林当时也是的 非常 碰运气的 他们把最大的资源投入在了勘探业上面 就真的勘探到了 然后他的大型军事工业才能赚起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冒险的 如果那边是没有这点东西的 那可能就灭了 对啊 所以 所以这种完全由思想总体主义 其实就极权主义的思想部门总体主义 极权主义的去强力 驾驭一切的 他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 技术生产水水平下的 哪怕在他那个特定历史条件 在他面面对对外 军事 竞争的时候 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 他就不是完全能控制的 但是他有他的优越性 他有他的优越性 就是比如说对农业生产 他是绝对能控制的 农业计划生产 这都是很好控制的 给多少化肥粮食种子 因为都是经典力学范畴 等到后面都有什么转基因技术 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强力的政治 政治命令 政治手段 政治计划 就没有办法驾驭这些 所有的生产生产环节了 尤其是后来 新的技术 比如说那个芯片 芯片发展到 晶密到 不是 不是 放置出来的 而是长出来的时候 他就驾驭不了了 明白吗 那个那个晶圆啊 他不是放置出来的 他是长出来的 他以某种方式把它长出来 生长出来的 然后切割其中哪一部分能用 这个时候 就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了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 政治官僚体系所控制的 科研共同体 他很多思想上转不过来 他不敢去拥抱不确定性 对吧 机械关系 直接的命令关系 命令网络 命令系统 当中 他没有办法去拥抱有机性生成出来的东西 不确定的东西 那其实 西方资本反而美国反而拥抱这东西 他快速的技术迭代 然后就进入信息文明了 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 其实 信息时代并没有就是 信息时代和传统的那个决定论时代的那个控制论其实不一样的 他很多是 什么 多点并发呀 然后是什么 多现成啊 是比较混乱的 包括你现在就算携带吧 写一坨狗屎 但是他能跑不知道为啥 他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他整个这个列宁主义政治范式 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打折扣的 打好 打好 打折扣 就 而且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东西 就是高阶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用决定论把控的东西 就是金融 杰斯太高了 眼神明眼神明眼神明 还有还跟你这个公平政治 派系关系 利益勾心斗角 还有国际各种突发事件 懂吧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的一个回归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被压迫者他要回来的 就刚刚讲的那个总体主义的计划里面 无产阶级其实还是被压迫的 还是不自由的 他只是里面的罗斯丁 傀儡 要素 当然那个体系是都是平等的 因为所有人都是要素 没有人是真的主人 你俩把斯大林他也不是主人对吧 柏列日列夫他是主人吗 他也不是主人 他他的主人性只能体现在他的恶趣味上 柏列日列夫 他的勋章 背后弄一声勋章 喜欢跟人家舍稳 他的主人性只能 只能残存在他的这种恶趣味上 其实他也不是主人 他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让别人相信他是主人 或者他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让大家相信这么一个 总体主义的 就是机械力学关系决定论体系的这个斯大林主义的这个僵尸 他还是 有灵魂的 哪怕是一个恶趣的灵魂 他至少是有灵魂的 包括他平时说话 嘟嘟当当的 让别人听不懂 对对对对对 这老狗鼻他妈在故意的 你知道吗 这都是 没办法 也没办法 啊 但是实际上 由于这个经济体系 政治经济体系 它是严重的和 自然和人的需求 是混杂在一块的 所以他很多都是失控了的 他只是表面上最后统统计数字或者最后那个计划命令什么看上去好像都是 调分履息非常通畅的 都是后面全都出问题了 但是依然有一套规则在民间的潜规则 这个庶民的返回就民间的潜规则依然是有效的 潜规则体系没有崩塌 其实说这个苏联的 中晚期 整个社会的运行就不是靠台面上的清晰的透明那些东西了 清晰透明的失效了 都是靠下面的东西 潜规则 你要办什么事 你就知道是找那个人 办那个事知道是找那个 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一个农业社会的 或者相当于一个 黑帮社会地下社会那种感觉 反正他继续能够调配着 你没有肥皂了 你去那边排队你可能弄不到 你去 跑过去 他下面摇铃铛摇几下 然后塞个一点点钱 你就能买到肥皂了 都是这种东西 但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 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太一样 更不一样 当然正确答案 我私下里会给你们聊 直播我就不说了 我们都有正确的标准的 就按照我们的智力能够推论出相应的标准答案 就是目前我可以局部 就是说金融系统就是没办法的 总体主义的模式没办法搞定它 考不定简单来讲这里面阶次太高了 高阶次 好吧 这就是一个真结 没有办法 他这个金融无法控制它会不会退行 就是会不会说我要不要这个东西 不要这个东西不行的不太行的 因为现在的 生活生产方式享乐方式都是高度和这玩意捆绑的 你哪怕是搞自媒体刷抖音 我跟你讲这个退行为什么不能退行啊 刷抖音要有算法推送才能有这个享乐的黏着性 才能烧掉一些激进性否定性 如果抖音这这个算法这个玩意试灵 操 怎么抖音不就变成你把现实那么串通串联器了 了解 还有他还要好多审查 激进度要还要靠通过审查 人工这种审查来屏蔽 如果他不借助于高算力 不借助于这些芯片什么这些东西的 他搞不定 那么你没有金融 你也支撑不了这些芯片行业 了解吗 就大数据大数据和这个信息传递 这些东西就是多多行并发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东西你不要的话 你退行成伊朗吗 退行成伊朗 那伊朗的规模是伊朗的规模 伊朗可没有说生产全世界30%工业品的规模 中国是中国的规模 中国生产全世界30%工业品 规模是不一样的 搞不定的 两个基础不一样 是而且 这种东西退退退退退 退不了的 退不了人类都退不了 人类都承受不了这个退 如果这个东西 所以说才跟美国有谈 你这退行成伊朗 那这个对外贸易什么不要的 自成一体的或者变成区域性的强国 那你美国自己崩了 你懂吗 美国欧洲自己崩了 工业品的没有的 他也会崩了 对于他美国 欧洲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严重损失损害的 他有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他们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前日还看他们的纪录片 他们那些现在那些 欧洲的一些什么司机到60岁了现在摇牌上班了 因为那个养老保障都不行了 被撤掉了吗 说德国的好多养老保障都给撤了吗 我们那个德国的那朋友不是这样说的吗 对物价也在上的 然后他们是现在都60多岁了 也要爬出来直接跑车 就说以前说按照理说已经退休过 好生活了 现在每天还在车上 一台也是呆十几个小时 对其实我是比较 我比较乐观 因为中国的芯片都很便宜 是吧 显卡都便宜 芯片显卡好便宜 芯片显卡不仅是个民用的议题 它也是一个社会稳定度 秩序度生产的一个机制 你没有转视频的话 其实老早这个互联网上的意义 庶民意见 其实早就把很多意识形态 什么东西都给它退掉了 很容易的 这个东西确实实在不一样了 但是它也是个放大器 也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讯靠的传递的一个机制 包括我们这样的讨论 本来也不可能说通过公开的讨论来 削减它的这个 如果举个例子 我们这种讨论 在什么情况可能发生 某个派系密谋 然后我们本来已经掌握很多 社会生产资料了 社会资源了 派系密谋的时候可能会聊到这些东西 就是阴谋家 眼神家秘密地下讨论 但是现在在这个时代 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讨论只会推送给特别人 就是2000号人 没有更多的人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也会被限流什么 反正它有相应的技术手段 可以控制它的舆论传播范围 所以我们才可以说 然后才会有一部分可以知道 这就时代不一样的 某种上是个优势 某种上是个优势 是个优势 是个优势 比较成熟的一种优势 至少还有讨论的空间 有思想的空间 哎呀我靠 但是我就说那边学员派的人不就是重新想炮制教室 教室第一阶级的胜利吗 我操教室集团绕过第二阶级 直接控制第三阶级 当中的无产阶级 所以就想退行吧 就想搞退行那种 退行没用的呀 这都这 以免退来搞 这个是不可能的 It's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那这个时代它这样发展它有些极端的一些 看起来现代性的一些现象 然后它又会跟很保守的力量跟它连结在一起 比如说什么像极端男权法西斯 然后它有的时候又会跟一些 看起来是有一种现代性议题都牵扎起来 什么红丸 是是是 红丸还有一些什么 动物保护 环境保护 对对对 这都是庶民政治的各种形态 性别议题 还有是个 都是在捍卫它某种享乐方式 享乐方式其实是 比如说 所以这个时代的议题就变成享乐 享乐也是一个不可控的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教室集团为什么对于 整个物质体系 第一阶级 或者纯粹思思想的专制 思想的 不是 不是专制思想 是思想在 它可能是很活跃的思想 很多元 具有生命力的思想 但是这个思想在对其他的 非思想的东西进行一个强大的控制 但是这个思想 他们发现他直接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肉体就背叛了 你知道吗 肉体有欲望 职业官僚有很多你懂吗 特别是落马的腐化痘落的 他管不住下半身 他思想或者说 你强行要管住下半身 那其他各种倒错就出来了 欲望的议题 享乐的议题 想的是不适合控制的 想的是例外的 列宁那个时候想的很简单 灯泡加什么 有电灯 有什么 电器 电器 水电煤气 热水 楼 对 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 我至少这是社会主义的 大家都有 那就好了 人类他妈的没问题了 我操然后计划经济 就人类就变成 在这个一项讲人类变成个啥 有点像他妈的 仓鼠 仓鼠箱子里面仓鼠 我靠 但是关键是人类有剩余有祥乐 看见别人 讨个漂亮老婆 自己也要讨个漂亮老婆 是吧 或者就是总归女人当中会分化出有漂亮女人和不漂亮女人 男的有帅的男的和丑男的 你大家都按一个灯泡 你最好那灯泡关掉 对吧 说列宁你他妈的什么灯泡 等于电器花 灯泡不要有灯泡 灯泡关了才是 才是平等 才是社会主义 灯泡开着一发现 卧槽 我家老婆 他家老婆 你挖了把子 就这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完全不一样 享乐的问题 说享乐这个议题 就是现代的庶民政治 其实很多都是围绕着享乐的 动物保护 那么小动物让开心享乐 还有各种什么性议题多元主义 但是它是把人类的政治活动的门槛 残忍 残忍度给它拉低了 就是不直接说是喊他喊杀了 以前就是说你生活方式不同 你信仰不同 就把杀掉了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项目 就是思想 思想豁免了身体 简单来讲 思想豁免了身体 思想在退 它在总体主义的图景当中 把身体给豁免了 我最多最多把你身体监禁 或者说把你这个身体也自由剥夺 但是我不会 就是莫名其妙要杀你 是吧 直接因为一些什么东西 把你杀掉 好